在疫苗施打了這幾天 當然傳出來的死亡個案是比較多 那大家也很擔心 那不過 當然有這個因為時間序的關係 那高齡者 當然他的背景值這個死亡 或是有慢性病的比較多 相對就會比較高 那我們看看就是說 以這個AZ的情況 或者以輝瑞的情況來看 在這幾個國家裡面 那有被統計的 大概每百萬人 每百萬人次的一個相對死亡 那臺灣大概有些地方比較低 有些地方比較高 那臺灣大概位於在中間 位於在中間這樣的數目 那當然跟這個 這是不分年齡 施打疫苗 當然就會跟施打疫苗的主要的年齡 會有一些差別 所以我們來看看 就是用同年齡75歲以上 施打疫苗的一個 死亡的一個 通報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這些都是 只是 都是一個通報的個案 那還沒有被我們確定 卻有關聯 所以在南韓這邊看起來 大概有到1.8 每萬人有1.42 那臺灣是0.87 其實這都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在這裡面 並沒有因為是疫苗的關係 而發現跟國外 有很大的一個差距 那不過在老年人 或者加上有慢性病 事實上打疫苗 他還是有比較多的好處 要不然在染疫的時候 相對重症 跟死亡的比例也都會增高 而且有親密 這家家庭裡面一個親密在 傳染的一個可能 所以這個風險也會增加 所以還是要呼籲大家還是要打疫苗 相對 風險比較能夠降低 那對於裡面 那在 我們在有開了就一個會議 那基本的一個 提供大家的建議 對於近期身體 具狀況或慢性病情不穩定的時候 那建議身體狀況較穩定的時候再接種 那可能要請教自己的一個 他自己在 經常看病的醫師 然後第二個 這天氣很炎熱 事實上 不管說我們在這個高血壓或等等心臟 有相關的一個疾病的時候 太高溫的時候 那身體有時候 也會有一些反應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 就是說天氣太熱的時候 恐怕還是要避一避 或者在打的時候還是要找 找硬梁的地方 或者有塵陽傘 避免這個溫度太高或太久 那 在現有開放診所及衛生所可以接種疫苗 所以在接種的地點的選擇 那也是以 究竟為家 以究竟為家 有關血栓的通報 它指的是血栓病 血小板 低下的這個部分 跟心肌梗塞 這其實是 不同的基準 那像 血栓病 血小板低下 他可能需要大概4天以後 或是更 更久的一段時間 才會 產生 那 另外我們之前的那5例 事實上也沒有任何人 有死亡 那跟 這一次的 就是說 大概大部分都是 7 80歲以上的長者 那接種疫苗之後 的當天或是次日 這個死亡 那個狀況不太一樣 那這邊看起來是比較像是慢性疾病 那 還有 就是可能跟他本身自己的一個身體狀況 是有關係 那我這邊再順便再說明一下 那就是昨天 目前 就是總共有25 25例通報進來 就是有關接種疫苗之後 的死亡的這些案件 那 總共85歲以上只有14位 那75歲到84歲是有6位 那65歲以上3位 那65歲以下有2位 那這 另外還有這25位裡面有5位是出在 強調機構裡面 那另外有4位是這個 游喜腺 那22位是有慢性病史 那3位還在調查 當中 那這25位裡面目前已經 進行解剖了5位 那有3位 我們 已經知道結果 那其中有2位 就是所謂的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 這個 昨天我都報告過了 那我新增加的1位 是這個主動脈剝離 那 他是 南部90幾歲的一個男性 那就 有這個15號施打 那17號因為意識改變 送到醫院急診 那這個他的血 血紅數只有這個6.5 所以跟最後解剖出來 結果是 類似 那這個是目前的狀況 幾天就因為出現比較多的這樣個 施打疫苗以後 當天或隔天就猝死的狀況 所以 疾管署其實有著急的疫苗的專家們 一起來做一些檢視 那在一個一個個案的檢視過程當中 那 會 注意到有一些 其實他的慢性病 長期 在使用一些藥物 然後 政府 在最近看起來也有幾個個案是 狀況不是很穩定的狀況下 那 就 也急著想要出來趕快接受疫苗的註射 那接受疫苗註射當然很好 那可是專家們建議說 如果他的本來的身體狀況 或者是他本來 慢性病的 情況不是那麼穩定的時候 也不急著搶著 這個時間就一定要趕快出來施打 尤其是 這幾天天氣 專家們也注意到天氣也比較炎熱 那所以是 又 如果大家擠在一起 又要排隊 又要等 等一些時間的話 其實對這些老人家 又本來就 慢性病不太穩定的時候 也是一個 我們英文叫Stress 也是一個壓力 那這些壓力也會影響到他身體的一些 狀況 那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 個人在今天上午的專家 疫苗專家們就做出這樣一個 指揮中心的一個建議